你好,阿罗哈,我是罗安宇,Potential Location的Annie McRae。 我今天跟大家要沟通一个问题,就是作为外国人没有绿卡,如何在美国投资买房? 经常有说中文的朋友问我说,我没有绿卡,可以在美国买房吗? 或者说,我要是买了房的话,能不能给我发绿卡呢? 那对于这个问题,我会来跟你回答。 美国呢,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,它欢迎每一个人来这里投资。 作为外国人呢,有两种,一种是在美国工作学习,有别的签证,比方说H1签证,但是呢,没有绿卡,但呢,有良好的记录,信用记录。 这种人呢,就跟美国的普通百姓一样,他们可以申请到贷款。 另外一种呢,就是纯粹的外国人,没有绿卡,也不在这里工作学习,是住在别的国家。 那这种呢,那这种呢,也还是有一些贷款的项目可以给他们,可能他们需要付更高一点的首付,有一些其他的规定。 那我们建议,那我们建议你跟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贷款专家来合作。 还有就是,你当然可以用现金来买房。 美国,对于你拿多少现金在这里买房,或者投资,没有太多的规定。 你任何的数量都可以。 但是呢,作为外国人,你住在那个国家和地区的规定,可能会要限制你。 那你应该跟你那边的银行来核对一下,就是你一次能够往国外寄多少钱。 在美国买房呢,不一定就能得到绿卡。 但有一种特别的移民签证,是发放给一些特殊的投资人。 这些投资商在美国投资金,而且建立一些商家、企业,为美国的国民提供就业机会。 那这一种的外国投资者,有一种特别的签证可以发放给他们。 如果你有兴趣,有这方面的问题,我可以跟你提供更详尽的资料。 欢迎你跟我联系。 投资买房是一生当中一个很大的决定,一项大事,牵扯的方方面面也蛮多的。 像是财政啦,还有贷款啦,还有税收啦,等等的,还有法律方面的种种问题。 所以呢,你需要跟一个梯队来工作,一个团队来帮助你。 那作为你的房地产经纪人,我可以为你做的就是为你推荐当地最好的律师,最好的财政贷款专家,最好的税收财政人员来帮助你。 那我也经常地来帮助我的客人,特别是明白了解他们的背景和语言,了解他们心中所要要的,并且给他们推荐这些最好的资源。 而且呢,来帮这个梦之队如何一起为你来服务。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,或者有什么需要,可以跟我联络,808-294-3294。 那欢迎你写email也可以, Annie.McCrayatPurlHawaii.com 好吧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。 拜拜。